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今天闲来无事编辑了一个特种兵 其实特种兵的服饰非常好搭配 头盔,背心,衬衫,裤子,靴子 在TAB机的素材库里全部都有 仿生眼就当作是单眼瞄准器来使用 发型其实随意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发型也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咱们有头盔 手套必须要选一款 这样端起枪来才比较酷一些 枪械的武器在素材库里有很多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搭配 但是今天我只搭配了两款武器 首先我挑选的是AWP狙击步枪 既然是特种兵 肯定还要兼备各种近身搏杀的技能 所以我这里添加了一些闪避技能 格斗技能主要也是以一些T技为主 方导这个技能可以让狙击手坐下或者趴下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还要加上一个召唤火箭弹的技能 数值方面血量3000 尺寸默认重量3倍 移动速度默认攻速2倍 伤害10倍 另一款搭配是杀银手枪配手雷 这里的手雷我是用MGL榴弹来替代的 因为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手枪版本是去除了放导技能和召唤火箭弹的技能 其他技能都是一样的 数值方面血量还是3000 尺寸默认重量3倍 移动速度默认攻速3倍 伤害6倍 我们先来玩一下狙击手的模式 对方是一些围巾战士 咱们首先干掉了一名 开始召唤火箭弹了 火力覆盖 这个杀伤力太爽了 狙击手现在趴下来了 同时也是进入了冷却时间 嘿嘿 过来就是一脚 刚好火箭弹的冷却时间也结束了 这盾牌质量可以啊 连开几枪都没有打穿 最后再来一招夺命剪刀脚 接着我们来玩手枪版本 对面是三名将军 加上一名巨人武士 杀银连续射击的子弹被全部弹开了 没事咱们还可以丢雷 哎呦 这小子还挺耐扎的 居然还敢冲过来 一脚送你上天 接着冲啊 小武士们 也就在这等着 丢雷 上天 危险 没事 化险为夷 再吃我一颗雷 最后还用脚踢的远一些 免得误伤自己 一气合成 非常的帅气啊 就剩下巨人武士了 子弹连射 不停的丢雷 嘿嘿 武士刀没用的 咱们已经预判到你的攻击了 各种闪避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状况 用子弹打巨人的脚 这个想法不错 然后再用榴弹不停的炸巨人的肚子 看你小子还能坚持多久 呦呦呦 扛不住了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